其实你很少能看到玉米肠 但是博会家这个玉米肠 真值得你尝一尝 它里面是那种水果的玉米颗粒 看 他没看到这个玉米的颗粒 就是你基本上咬到的每一口 除了肠的味道 还能感受到玉米爆脂的那个味道 我们之前买玉米肠 都是去超市里面去买 但是博会他们家 你看这是他们家经典的那款肉枣肠 现在除了这个玉米肠 非常的好吃 这是将近40年的一个老品牌了 随处可见的玉米颗粒 但它可不是单纯的 只是玉米加上肠的味道的综合 这个口感让你吃起来 除了玉米的那个香气 肠微微微微带着那么一点点甜感 加上那个肉香 外面这层皮脆脆的 其实我喜欢他们家这个肠 他们家这个肠有很大的一个优点 就是它外面也是这种果木熏烤的香 一听果木熏烤有没有想到红肠 所以它这个肠也是那种 就是你闻它 闻起来就很香的肠 有的肠你需要吃到嘴巴里 才能感受到它的好吃 但是你一打开包装 你一看到这个肠 哎呀 闻着就很香 特别好吃 他们家经典那个肉枣肠也非常的好吃 但是我很推荐大家 如果你爱吃玉米肠 尝上他们家玉米肠 这是他们家新品 一吃一个走不动道 只要说饿的时候 你就打开一个 哎呀 不仅管饱 还解肠 我吃了个肠肉枣了 我去吃了个肠肉枣了